咦 等一下 我們有BIRK 大家好 我是Luba 那請問大家知道什麼是A-Luba嗎 因為我的大學同學們都覺得我很欠R 所以呢就把我的R去掉 就把A-Luba變成欠R的Luba 那今天我來這邊談的是 談比較硬一點的東西 今天在這邊跟大家談的是 跟GCC有關的東西 那GCC想問一下在座的 有聽過GCC的舉手 啊 好棒啊 人山人海 OK 那再問一下 那有用過GCC的舉手 天啊 人色太多了 我沒辦法發禮物 OK 那再問最後一個人 那你們曾經有download下GCC 看過GCC source code的 舉手 請把你們的履歷通通都寄給我 對 我們現在很欠人 那我們 好 那我在 我是聯發科那個CTO的CIT部門的 那CTO實際上是算是技術長辦公室 那CTO全名是Compiler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那實際上我們整個部門在幹嘛呢 我們就在做Compiler 那所以的話 今天的話 就會跟大家比較深入 跟Compiler有關的主題 那今天講的是如何去 Break Compiler Boundary 可能對一些 對Compiler沒那麼熟悉的人 會比較硬一點 所以我今天盡可能講簡單一點 好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很簡單 我們今天就只講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就是講說 在傳統的GCC裡面 有什麼 old optimization 那接下來我們再會講 傳統的GCC裡面 有什麼 new的 optimization 到底是有什麼是 optimization 怎麼用它們 然後呢 你的層次要怎麼寫 你的 performance 才可以把它變得更好 好 那這時候也是要 每次講GCC 我每次都很困擾 因為 有兩件事情讓我很困擾 第一件事是 我要介紹什麼是GCC 可是每次一問 所有人都說 他知道什麼是GCC 那第二個困擾是 每次我要demo GCC 我寫了兩年多 半三年多 接下來demo只有三秒鐘 就是跑過去了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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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下GCC的最佳化 通常可能大家只會下O0 O1 O2 O3 誒 有些厲害一點的高手 可能知道還有OS可以下 那實際上呢 在GCC裡面 GCC在General的 Ultimization裡面 其實有超過180個 他有162個最佳化的參數可以下 那這162個是你在任何的平台裡面都可以使用的 那實際上對於針對各種不同的平台 像是X86 像是ON 每個平台大概都還有超過20個種最佳化 所以全部加起來總共超過180種 那每個Option 你有的可以開 有的可以關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你到底有多少種的組合可以選 那實際上是2的180次方 那稍微讓大家算一下 那大概就是10的60次方 那這個數字實際上我也念不出來 那實際上我們有10的60次方種可以去tune你程式的那個方法 那這些方法的話你用上去真的會比較好嗎 那根據我們之前在做的實驗 我們在之前我們發明了一個小小的Tool 但是因為它不是Open Source的 所以這裡沒辦法跟大家講這個Tool 那我們發現實際上如果你好好的tune這個Option 那你的程式實際上還有10%到200%的Potential的Performance 這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今天你的程式是跑3秒鐘 那你好好的挑選Option 那你就可以把這3秒鐘變成剩下1秒鐘 那在幾個出名的Benchmark上 第一個我們最常見的如果你要去買CPU 那或者是你要買ON 大家都會說我們要看DBIMPS 那看的就是這支Benchmark 就是DryStone 那DryStone的話實際上 如果你好好的tune這個Option 你可以得到超過50%的Potential Improvement 那另外一個有名的Benchmark 是屬於Embedded的叫做Coremark 那它可能就比較稍微差一點 那大概只有20% 那第三個的話在Embudsy 1.1下面的話 那實際上呢 它又比較好起來 那那邊大概有二三十字Benchmark吧 它的Average實際上是到30幾% 那其中尤其是針對Network相關的這種的應用程式 那如果你好好的tune 那實際上是可以tune到200%左右的 那實際上呢 這些Option我們知道 它我們有10的60次FunkOption 那在以前呢 我們在OpenSource界實際上也有一種Tool 在專門幫我們tuneOption 它就是Arcovia 那我們以前的經驗是 如果我們用Arcovia的話 我們tune一個DriveStone 大概需要tune半年 對 然後tune半年才做出一個數據 接下來你的on已經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 對 所以呢 當你數據出來的時候 那個數據就過時了 所以呢 在台灣有另外一票的Compilating 對 對 就是我前公司Marveo那邊 我們有做一個很特別的Tool 那我們可以把這半年縮短剩下百分之 剩下 縮短剩下只要18個小時 然後在我離開之後他們好像更厲害 把它縮短剩下3到4個小時 對 所以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他們 我這邊幫會announce 然後只是要逼他們open source 對 好 那我這邊的數據的話 大部分都是從那邊那個時候的實驗來的 所以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好意思 我也不能告訴你實際的數據是多少 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是Compiler 那大家可能傳統中 對Compiler都有不好的印象 我記得我那時候碩士的時候找指導教授 然後我知道教授就問我說你想做什麼 然後我就跟他說 喔 我千萬不要做Compiler 大學是學Compiler 那什麼LL啊 學得好苦啊 他就說那你就做Compiler好了 所以一步錯 步步錯錯到現在 我還是在做Compiler 那其實這樣做Compiler沒有那麼無聊 因為我們以前大學的課本裡面 教的Compiler真的太無聊了 真正你在做Compiler Compiler從業人員做的事情都是很好玩的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做腦力激盪 想辦法讓一個程式跟程式之間 它其實都是有一些所謂的界線 像我們有一個Fall Loop 那Fall Loop跟Loop之間 它不同的Iteration 實際上呢 就是傳統的一個簡單的界線 叫做Loop的界線 那這個呢 大概在我出生那個時代的Compiler從業人員 努力的方向都在做這方面的最佳化 那另外一個傳統的界面的話 就是Function跟Function之間的 我們知道Function都有Function Call 那A CallFunction去CallBFunction 那在這個Call來Call去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Information就不見了 這時候Compiler很多的最佳化就變少了 那所以如何把這些Information留下來 或者幫助Compiler說 這裡其實可以最佳化 你千萬不要放棄它啊 那這個就是Function Boundary 那到了後來呢 大家越來越貪心 那我這邊就開始進入GCC 比較屬於New的Altimization 大家越來越貪心呢 Function跟Function之間的Boundary被打破 已經不能滿足大家了 現在大家變成要打破的是檔案跟檔案之間的Boundary 以前呢像我們大家都知道 有些關鍵字像Static 你一下的話就只有這個檔案看得到 那其他檔案可能就看不到那個Function 但是如果其他檔案看得到那個被下Static的Function 或許又有一些最佳化可以做 那所以這就是今天我們會花比較多重點講的部分 就是GCC實際上它現在已經可以去突破SourceFile 跟SourceFile之間的Boundary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幫助GCC把這個Boundary打破 那最後一個Boundary就是非常非常有 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東西 那就叫Library的Boundary 我們大家都知道可執行檔 一定要去Call一些Share Library 那在Call的過程中實際上是靠OS 去幫你找到這個FunctionCall到底在哪裡 那由於OS需要幫你找到 所以那些Function實際上它的長相都已經不能編 那在Enjoy的話它裡面有利用一些特殊的技巧 像Prelink之類的方式 使得我們在Linking的時候 就是Always在幫助程式執行的時候 它可以做得更快 那由於這邊的話就變得更有點繁瑣 所以的話這變得今天不是我們的主題 我們今天的重點的話會被放在Function跟SourceFile 這兩個Boundary上面 那首先照我的慣例 那我通常都會先給大家看一段SourceCode 那我們來看這段SourceCode 這段SourceCode的話先看左邊 左邊的話總共給大家兩個External的Array 然後是個整數的Array 然後接下來我們宣告一個 宣告一個Goable的FunctionF2 然後我們宣告一個GoableVariablei 那我們接下來再實作一個FunctionF1 那這個Function很簡單 它就是Code一個4回圈 從0到4去CodeF2 然後接下來把X裡面的每個Element 跟Y裡面的每個對應的Element 加到Xi裡面去 那這時候各位 冰雪聰明爐底下的各位Programmer們 一看到就知道 這個4回圈 它的起始位置是0 結尾位置是4 實際上呢 我們可以輕輕鬆鬆的 就把它展開成4倍 那這個動作呢 我們叫Loop Unrolling 好 那有沒有人知道 這樣子的Loop Unrolling 實際上會造成什麼樣的Bug CodeBlog 蛤? 再講一聲 CodeBlog CodeBlog 程式變很大 嗯 程式變很大 Good answer 但是呢 它不會讓你的程式變錯 我們只會說它Degrade Performance 不會說它破壞了Behaviour CodeBlog Correct answer 請把履歷交過來 OK 它回答得非常的好 實際上呢 今天我們的F2 是一個External的Function 實際上你不知道F2到底會做什麼 那I又是一個Google Variable 你可能你F2的動作呢 就是把它每次都去除以二 所以你這個Fode回圈 實際上呢 它第一圈跑I等於0 但第二圈可能還是跑I等於0 那它是無限回圈的跑下去 那你實際上沒有 由於I在F2的時候 可能會被修改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輕輕鬆鬆的 這樣子把程式做Unrolling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題 放心啊 履歷趕快寄過來 這是給大家機會 好 那第二題很簡單 我們現在左邊有一個Function 叫F1 然後呢 F1的話很Trivial 就是總共有兩個Input 一個的話是INT的Point A 第二個是INT的Point B F1做的動作 先把A的值篩為3 把B的值篩為4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把A的值加上5 那這時候冰雪聰明如底下的各位 馬上就會想到 啊 A就等於3 那我就把A帶進來 那這邊就是8嘛 所以我就直接把程式改成 A等於3 N B等於4 然後呢 Return 3加5 這叫Constant propagation 好 請問這段Code哪裡有錯 你沒有舉手 OK 那請問大家 A的B可能是 他傳進來的時候可能是不同的 所以是 那 左邊如果是B等於4的話 搞不好 放出來是 4 喔 看錯了 啊什麼 我 OK 那還沒有人要幫他補充 來來 紫色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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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正確的 answer 叮咚叮咚 OK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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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答案 OK 好 那這題其實剛剛講的 Marty Threader 是一個正確答案 那在這邊的話 想要跟大家強調的是這件事情 就是 由於A跟B是Point 所以呢 實際上我們 我們的User實際上有時候非常的手殘 他 他就是喜歡傳同一個Point進來 所以呢 你今天呢 你不能夠簡單的說 你要做Condent propagation 就做Condent propagation 你必須要先去判斷你的A跟B 是不是同一個位置 如果是 如果是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要Return 9 而不是Return 8 對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第二個最常見的問題 好 那藉由上述兩個問題 我要給大家一個印象 就是 實際上 Compiler是非常的 沒問題 Compiler呢 只要發現 他在做最佳化的過程中 有任何的風險 那他就會去禁止做最佳化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兩個例子 實際上都是有實質上的風險 所以呢 雖然Compiler裡面有很多的 好用的最佳化 可是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由於他有風險 Compiler沒問題 所以的話 Compiler沒辦法做最佳化 那Compiler沒問題怎麼辦 就要仰賴各位 冰雪聰明的各位 幫Compiler把膽子找回來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比較 然後我們接下來主題就是 傳統的 你要怎麼幫助 Compiler 去做更好的最佳化 好 那首先在這邊 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孤獨久見第一招 這一招的話 基本上大家都會 對 這一招叫做 Function Attribute 那這GCC呢 它實際上在裡面提供兩個 Function Attribute 第一個叫 Constant Attribute 第二個叫 Pure Attribute 那 Constant Attribute 是甚麼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說 你在執行完 這個Function之後 那實際上 它除了 Return Value以外 不會去修改到你的 Google Variable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把 F 宣告成一個 Constant Function 那我們會很Happy 那這個時候表示說 欸 這個Function執行完之後 Google Variable都不會變耶 那我們剛剛 I 的部分 就可以把它直接 輕鬆的換掉 那在這裡的話 很多人會把它跟 C++的Constant Member Function 搞混 C++的Constant Member Function 指的是說 這個Member Function 在執行過後 所有的 這個class的 Member Variable 都不會被修改 而 Constant Function 這個Constant Function 它的性質比較強 它指說所有的 Google Variable 都不會被修改 那如果呢 這個限制 對你而言太強了 那其實上 你有第二個 第二個attribute 可以用 叫做Pure Function 那Pure Function 講的是說 這個Function 在執行過後 所有的Google Variable 也不會被修改 那有一點 最有趣的事情是說 你的Return Value 實際上 只跟你的參數有關 意思是這個樣子 Constant Function 如果你Call 如果它的參數 是固定的狀況之下 它在程式碼中的 任何地方出現 你Call它十次 它的Return Value 都是十次 都是一模一樣的十次 所以Compile 這個時候 就會很聰明的 就只幫你Call一次 然後把那個值記下來 然後之後 每次都是用那個值 來取代掉你的 整個Function Code 那至於Pure Function的話 Compile就會 點點狀況 如果呢 之前有任何的Google Variable 是可能被修改的 那這個時候 Compile就會 再幫你重新Call一次 這個方選 如果你的Google Variable 都沒有被修改過 那它就把你當作 Constant Function看 直接幫你把值 就貼上去 所以我們就來看 我們剛剛的例子 OK 剛剛第一個 Unrolling的例子 其實呢 如果你已經確實 User知道 F2 實際上就是不會修改到I 你可以大方的把它 變成一個Pure Function 這個時候 Compile就會先幫你做Unrolling 然後呢 由於你的F2 的Return值 沒人接 所以它就再大方的 幫你把F2 全部刪掉 所以整個Function 就有Happy 從一個Fore圈 變成簡簡單單的 四行Expression 好 那獨孤九劍第一招 其實就是 試的是去增加 Constant 跟Pure 的Attribute 幫助Compile 去做更好的最佳化 那我們現在來看 獨孤九劍第二招 那這一招的話 其實也很Trivial 只是大家 吸語言的時候 通常看到這一張 老師就說 這個回去自己看 這個 國中教過了 這個你們都會了 對 所以呢 我到研究所 我才會用這個關鍵字 OK 好 那實際上 C呢 在後來的語言上的規定 唉唷 受夠 C後來 在語言上的規定 有一個Spec 叫C99 為什麼叫C99 跟陳冠希 沒有什麼關係 純粹只是因為 它是1999年的Spec 它呢 上面一個關鍵字 叫Restrict 那這個關鍵字指的是什麼 如果呢 你今天宣告的是一個Point 你加了Restrict 這個關鍵字 那麼 在這整段程式碼當中 除了 就不會有其他的Point 跟這Point 一樣指到相同的記憶體空間 那由於Restrict 它只有在那個C99可以用 所以GCC呢 它就 把這個功能開出來 它就做了另外一個 底線底線Restrict 這個關鍵字 那當你下這個關鍵字的話 所有的C Family都可以用 包含了C++ 那它的用法很簡單 就是在你的參數前面 加Restrict 如果是C++的Reference的話 其實這樣也可以用 請盡量使用在你的程式碼當中 而且它還擁有另外一個更強的功能 是連Member Function都可以用 當我們在Member Function後面下了Restrict 這個關鍵字 實際上我們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說 我們知道C++的Member Function 會傳List指標進去 我們這樣就把List指標 也加上了Restrict這個關鍵字 所以呢 在同一個Function裡面 就不會有第二個物件 傳進來的物件 跟List指標指向同一個物件 那所以呢 我們來看剛剛的Function 如果我們在這邊下了Restrict 那Restrict 那Restrict A代表說 沒有人跟A指向同樣的記憶空間 Restrict B代表說 沒有人跟B指向同樣的記憶空間 所以呢 A跟B 就絕對不是相同的東西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大方的 做我們Constant Publigation 然後就Return稱我們了8 好 那這就過度久見第二招 那實際上還有第三招 第三招的話其實超簡單的 如果你前兩招都不想學會 沒關係 你可以下這個簡單的參數 -FStrict Alias 那這個參數在幹嘛呢 這個參數實際上在告訴GCC 如果在Function Code裡面 你遇到的是不同的Type 直接就把它當作是Restrict 所以今天下面這個Function Code 兩個參數都是Point 一個是INT DX Double 那由於他們的Type不一樣 所以當你下這個參數的時候 GCC就把A跟B 視為不可能指向相同的記憶空間 然後呢就幫你去做最佳話 就擦賽啊 既然是關鍵字 就把責任從Konbile身上交換給你們使用者的身上 這是我們Konbile開發者最喜歡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在裡面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好 很好 那這邊值得跟大家注意一下就是 Konbile實在是太保守了 你別怕你就去賭一賭 事實上在中研院有一個教授 從日本回來叫尤本忠 他開了一個新的領域叫做 Speculative 那他呢那個時候就發現 欸 實際上Konbile實在是太保守了 所以呢他覺得Konbile就是要賭一賭 那Konbile賭一賭 賭贏了 大家發現有90%的機會 實際上是會賭得贏 那實際上10%賭輸了怎麼辦 賭輸了就rollback在重寫啊 對 那這個是目前Konbile領域當中 Research中很紅的一個領域 叫Speculative 好 哇 時間快沒了 然後我現在才進入IP 好 那我在這邊講這麼多 剛剛為什麼會講這麼多跟Function有關的 實際上就是要告訴大家這件事 就是現在的Konbile 第二個他能夠幫你做 inter procedure analysis inter procedure analysis inter procedure analysis在幹嘛 他還告訴GCC回答一些基本的答案 第一個 answer 就是說 在call這個Function之前 然後呢 有哪些variable是這個Function的Argument 第二個是說 在我離開這個Function之後 有哪些variable可能被讀了 然後哪些variable可能被改寫了 那只要有這兩個資訊 那Compile就有能力幫你判斷 做比較好的最佳化 因為第一個 他知道有哪些variable 所以他就可能可以些微去區分出 這邊不會有重複 他知道有哪些variable 就可能可以適度的幫你把它換成Constant 那在這裡要跟大家注意的是 GCC是所謂的flow insensitive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實際上在同一個Function裡面 那他這裡就一個if-else if的true part會把a assign為3 false part會什麼都不做 然後join回來 那這實際上我們可以想像 例如就像我們在用stl 那這個是一個 q的push的algorithm 那左邊的話就是你q滿了 或q空的pass 右邊就是normal case 所以我們知道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之下 你都只會走到bb3 你不會走到bb2 可是由於GCC是flow insensitive 所以呢 只要你整個程式碼裡面 有一個a等於3 他就認為呢 你這整個function code 就是有用到a等於3 那所以在這邊的話 就各位programmer 可能就要特別注意 盡可能manet if-else 往你的function code外面去call 其實現在裡面有一個好的coding style 就是在講說 盡可能把switch case把它變掉 變成別的東西 對 變什麼東西 以後再講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在這邊再介紹一些好用的參數 那這些的話 大家可以簡單的只要下載 GCE裡面就可以用 第一個是IPHP Chrome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一個function 如果有三個參數 那你在發現你的function code裡面 有第一個參數 可能老四四個常數 例如老四四 第一個參數 A就是等於3 那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下這個option GCE會幫你做這件事 他就能把你的3帶進來 然後呢 去幫你製造出一個新的function 所以我們叫這個方法 叫Chrome function 那CP就是concent publication的意思 那這樣的Chrome function 通常可以做更好的追加化 這個很有用 那第二個的話叫IPHCP 那基本上他的工作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 A等於3 A等於5 然後return A加3 那如果呢 我們在同一個function裡面 我們發現我們可以做concent publication 那這個時候的話 GCE就會幫你做 那剩下兩個技巧的話 比較進階 那大家看透明明就好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的參數是一個二維陣列 或多維陣列 我們知道多維陣列在index的速度 是比較慢的 你只要第二維的話 你要多算一個J 那你如果下了IPA matrix re-augling 那就去幫你判斷說 你是不是老是 只有這個function 在用這個array 如果他發現是的話 那他就會幫你把這個array 從多維陣列 變一維陣列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如果你的struck寫的是 int a 然後chr b 又int c 那之後32bit 8bit 32bit 那中間會空一個24bit出來 那你下了這個參數之後 那GCE就會幫你把structure裡面的變數 做一個re-augling 然後你的alignment會變得比較好 好 那 我們還有幾分鐘 好 我好不容易進入了現在的GCC最重要的東西 有兩分鐘喔 兩分鐘 好 那現在跟大家快速的介紹一下 GCC最近這一年來的發展 GCE最近這一年來的發展總共有三個版本 4.4 4.5 4.6 那首先我們介紹4.4 4.4 它最大的功能叫做IMO IMO叫inter-module optimization 那IMO是什麼意思 它基本上就是在做說 我們把 它就是實際上就把你 你可能在 你在GCC裡面 下A.C B.C D.C 把一堆的點C檔列在同一行裡面 這個時候它幫你把所有點C檔 吐出來變成一個更大的點C檔 那由於它是在同一個檔案裡面 所以我們剛剛說過所有 Function Level的最佳話 GCC就會幫你做 而且呢 這樣做下去的話 你本來那些file的bundary就不見了 所以這支IMO它很powerful的地方 在我們實驗裡面 這個東西下不下影響超大 影響的話大概有多大 總共有7%到13% 或許你們會覺得7%到13%不算什麼 可是對我們這些辛苦的公開從業人員 你知道全世界一年的improvement有多少嗎 總共就只有3個% 所以呢你只要下這個option 你就拿到了全人類3年到5年之間的improvement 這個東西重不重要 重要 把它背下來 口水卡 第二個的話就是GCC4.5 那GCC4.5的時候呢 他們呢就把剛剛那個超重要的option 把它取消掉了 Oh my god 對 那GCC4.5 他說為什麼要取消 因為他說沒關係 今天我來提供一個性的東西 叫link time optimization 那為什麼要提供這個東西 是因為IMO它把一堆的點西檔 合併在一起 所以它跟語言有關 所以C能用 C加加不能用 Java不能用 ADA不能用 只有C能用 所以呢灌C就會變得特別強 那 為了避免灌C賭強的情況 所以呢 我們決定呢 在link time的時候 再來做IPO 那這個時候呢 就任何語言到link time 都是點後檔嘛 點後檔的話 就大家都一樣 所以它performance 就理論上變得比較好 可是事事往往不盡人意 通常呢 我們發現在我們下了GCC4.5的LTO之後 那它有一個特色 第一個是它層次碼變超肥 那到底有多肥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那時候呢 做webkey webkey的話 編出來呢 實際上總共大概是有 總共大概是有 總共大概是有16MHz 然後呢 所以16Mbit byte 我們呢 那時候拿了一台 250T的machine 然後呢 我們下了-LTO 不好意思 過了 兩個禮拜之後 server跟我們說 硬碟用光了 對 那這是4.5最大的問題 就是第一個它會產生 超肥的object code 因為它必須把所有檔案的 方形資訊 全部塞在同一個點勾長 對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因為4.5實在是 Oh my god 太可怕了 所以呢 GCC的人就發明了4.6 對 想把責任說 那4.5的4不干5的4 那4.6的話有沒有做得比較好 欸 真的有比較好 它怎麼做 那因為呢 我們之前的點勾長太肥了 所以它試著利用平行的方式 只在你一次需要做link的點勾長 變得個數比較少 那我要肥的話 就只在那瞬間 就只肥那幾個檔案 所以呢 整個盆募子就會變得比較好 好 那所以呢 在這裡給大家推薦的就盡量使用4.6 對 好 那我剩下最後的幾秒鐘 沒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接下來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公司的事情 好 那在這邊的話 這張圖在講什麼 大家看到紅色的冰山 跟藍色的冰山 紅色的冰山加藍色的冰山的高度指的是軟體 在Embedded System開發的成本 那藍色的冰山指的是硬體 在Embedded System開發的成本 實際上軟體跟硬體目前開發的成本 實際上是高達5比1 那這個比例也剛好非常符合聯巴科的人力資源的分配 就是我們大概是五個軟體人配一個硬體人 所以實際上你可以叫我們是一間軟體公司 那第二件事情是這個報告裡面指出 目前未來最重要的技術是Compile 那所以聯發科的大佬們發現這件事 所以就趕快叫我來這邊給個talk 請大家把什麼給我 對 好 那所以在這邊的話 大家介紹一下我們聽在做什麼 我們聽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Compile 但是呢 我們不是在維護Compile 我們是在製造新的Compile Tool 那你會說是一樣Compile Tool那麼多 你為什麼還要製造 嘿 進來了就告訴你 對 然後我們的宗旨是取之於Open Source 那也要貢獻為Open Source 所以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會Promise 一定會貢獻為巨 好 那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盧寶 但因為他偷渡了太多聯發科資訊 所以他又沒有付錢給Compile Tool 沒有贊助 所以我們取消這個Q&A 好 有興趣的自己找他談 那 呃